又到了周末赏花环节 这是一盆围裙水仙 早期是入了三个球 这是它第二年复花的状态 花量还有深球的能力都是不错的 推荐给大家 然后这是一颗柳川鱼白色的 在阳光下会非常的好看 就是这种有点奶白奶白的感觉 花量是没得说 也是非常推荐的一个品种 那这颗是纸灵托菊 它的花瓣质感像纸一样 近距离看就像一个小小的荷包袋 旁边是一颗红色的蚵蝶花 这个花量也是非常爆的 那这颗是陕西鱼岳宝春 相比安徽鱼岳宝春 我更喜欢陕西 它比较鲜 然后这颗是普通的宝春 名字叫做金喜白 其实它下面还有很多很多花包 所以说这种普通宝春也是不错的 然后这个是黄色的柳川鱼 柳川鱼这个品种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它可以开很久很久 这只是它的第一波 这一盘紫色的是一颗脚颈 品种叫做青金石 花量还是挺多的 这个是红白龙面 去年看到别人种过 然后我今年也买了 尝试一下 杆子比较长 因为没怎么打顶 但是分质量非常多 然后颜色也比较好看 有点圣诞的感觉 然后这一片都是一些普通的胶颈 这颗淡子渐变的一个胶颈 我比较喜欢 颜色也比较鲜 然后这个也是青金石 后面是那个马歇尔夫人 然后这个是粉白桃之灰 它已经开了很久很久了 这颗是小雏菊诺贝纳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白木尔 这个是礼服 长得确实有点像白木尔 然后这个是仙克莱 花苞有点晒霜了 这个好像是樱桃石 这是欧币系列的粗姜草 花量还是非常多的 最近的话粗姜草才刚刚开始开 所以说还没有完全开爆 新年养的粗姜草 株形都不太好 就凑合看吧 这个颜色也挺好看的 这也是一颗彩云爆春 但是我感觉它的花瓣不是很耐晒 容易卷边 然后这些都是没有开的草花 好 喜欢可以关注我 谢谢观看